在出唐书坛享有圣誉 与欧阳荀齐名的一位书法家 就是于世南 与欧阳荀相比 他更多的继承了二王的新书风 并运用到楷书悲客中去 创造出在宁宗言书之中 含流美飞扬韵味的女体书法 于世南是吴岳州渔谣人 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渔谣人 出生于南朝梁臣时代的世家大祖 他的父亲于吏是 陈太子中书子很有名望 他的哥哥于世姬也擅长文学 认随内使侍郎 叔父于记认陈朝中书侍郎 因为没有后代 就将于世南过继为自己的儿子 故于世南自博师 于世南是一个身体很弱 沉浸寡欲 勤奋好学的人 他与他的哥哥 从小就拜吴俊学者 顾野王为师 授业十多年 学问精进 据新唐书于世南传中说 他学习刻苦 以至于有时几十天都不曾梳洗 古代知识分子无不精通文学 于世南曾跟从 玉台新勇诗集的编者 徐灵学习诗文 甚得徐灵的青睐 所以后来于世南能写一首好文章 他的书法 则得到了王叔的一波传人 智勇的指点 中传智勇笔法 找在陈朝 于世南就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了 公元589年 随灭了陈以后 于世南三十二岁 和他的哥哥 一起进入了隋朝做官 他的哥哥于世姬 秉姓宁敏 擅成上义 巧言阿谕 因此得到隋阳帝的重用 示威心腹 而于世南却是 耿介正直 未被提拔 郁郁寡欢 随末天下大乱 在八方纷扰之时 于世南被窦建德所获 被任命为皇门四郎 秦王李世民 击败窦建德后 不寻仇怨 提拔于世南做秦王府参军 被任命为纪时等职 很受重视 由此可见 在于世南一生中的前几十年 尤其是在隋朝 的那一阶段 他是寓于不得志的 由隋入唐 是他一生经历中的 一次大转折 李唐王朝建立以后 于世南已经61岁了 在高祖李渊的武德时期 几个王子 各立营磊 于世南是李世民一派的重要人物 李世民立位太子时 于世南任太学中舍人 李世民集地位后 于世南任著作郎兼红文馆玄士 李世民经常和他一起评论古今 为正德诗 切磋 书法艺术 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李世民称说 朕于世南商略古今 有意言诗 未尝不惆怅 其肯成乃如此 不过于世南当时已经年岁已高 成屡次请事官都被李世民给拒绝了 后来就改认为秘书间 封爵永兴献子 故后世也称他为于永兴 太宗每次出巡 必令于世南同行 以备咨询 称他为五经妾 可见他与太宗关系非常的密切 公元638年 他领受 因青光路大夫的头衔 童年病故 享年81岁 李世民非常的悲痛 说 世南与我有一体 时宜补缺 无日忘之 盖当代名臣 人伦准地 今期云王 时渠 东关中 物负仁义 他死后得到 陪葬昭陵 赠礼不上书 是文艺的荣宠 于世南一生历经了 陈隋唐三朝 他耿直赶健 忠欲知己 为唐太宗所器重 吕家卓松 成为最高政权机构中 参与决策的重要成员之一 他性情刚烈 议论持正 太宗问天便 他回答说 愿陛下 无以功高而自尽 无以太平酒而自焦 他还曾一再 进见竹子陵墓的后葬 他甚至不愿奉旨 去贺功体师 他又屡见太宗 好烈 如此等等 不亦而组 唐太宗称于世南有五绝 一月德行 二月宗旨 三月博学 四月文词 五月书汉 这可以说 是对他一生品行的最高概括 于世南首先是一位政治家 书法艺术对他来说 只是一种娱乐的游戏而已 尽管如此 在书法艺术上 他与欧阳巡 并称为欧瑜 成为出唐具有代表性的 大书法家之一 是否就会许可乐的 是否真正二费